你一定要送所謂的1比0或是3比0的比賽的話 那當然Pozo的條件一定要完全壓過同一式的打擊 才有辦法有這樣的條件出現 其實以曾崧瑋來講 就上一局那個大局 撕掉四分原則這樣已經把傷害降到最低了 那當然這四分會對同一式的打擊 對兄弟相的打擊造成多大的一個威脅性 那當然就是要想辦法來突破連田的一個投球內容 打擊的是第四棒的彭正銘 第一局連田是投了一個三上三下 這個半局是接連兩個壞球 這一球打成了一個飛球在中外 也方向中外一手往後推 上去囉 紅包 這時候彭正銘 昨天呢 重新站回到三層以上的打擊率 今天的第一個打擊 就超了一支中外野方向的陽春拳雷打 這對兄弟相對 不管是實質面跟心理面來講 都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這也是連田在本季被打的第五支拳雷打 那彭正銘個人的第七號 當中一個比較偏高的獅頭球 就直接是打得夠扎實 一打去就知道留不住了 所以球隊上半局有變得得到很多的分數 這下半局若是能夠用一棒把一些分數給要回來 這樣對投手在投球的一個心理上面呢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沒錯 那種縱使是一分啊 其實也會有那種比較你來我往的感覺 這個幫助比賽過去長講 其實真的蠻奧妙 1比4跟0比3 就感覺0比3被對方壓得死死 那這時候追了一分回來 靠著彭正銘的中外的陽春拳雷打 這個打法呢 好 還有 拜拜